而至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今天下午则是现身在台南 渔光岛艺术节的活动当中 对于这片在他担任市长任内 所规划的场域 能够有如今人潮涌现的盛况 他相当的欣慰 除了嘉雪文化局持续的努力之外 也祝福未来渔光岛 可以成为国际级的旅游亮点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就地重游渔光岛越崖湾 在他任内的政策发想 如今在连续两届艺术节的举办下 渔光岛的自然美景和艺术氛围 已经打造出观光游戏的新亮点 2015年的时候 我特别跟我们文化局 岳泽山局长 大家共同讨论 如果这个日本奈户内海的指导 可以举世文明的话 那我们条件没有输给他们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艺术 来打造我们秋冒园 打造我们渔光岛 从秋冒园的回忆到如今的渔光岛 趋经自日本赖湖内海里 指导的艺术包装 如今的渔光岛也在自然的景观外 增加了艺术文化的内涵 波澜清德现身 少不了也得伴随 党内总统初选的话题 小朋友天真的为赖清德加油打气 让自身政治漩涡里的赖清德 暖暖的会心一笑 现场民众也抢着跟老市长合影 这一天午后的渔光岛 除了美的醉人的夕阳美景 和精彩的艺术造景 还多了赖清德这位焦点嘉宾 风抢月牙湾里的众人目光 民事新闻林俊明 台南市报道